在前一個影片當中呢 我們稍微簡單介紹一下鼻音的原理是怎麼造成的 那再來我們提一下在生活當中會遇到什麼樣的狀況 可以用這樣子的原理來解釋 例如說呢 為什麼有時候我們會覺得感冒的時候特別容易有鼻音 它並不是因為你鼻塞喔 那是因為你的扁條線腫起來 然後會造成你發氣從嘴巴這邊沒辦法發出來 那它就往鼻子走 就會造成這樣的情況 這裡就會造成這樣的情況 所以你的聲音就會從鼻子跑出來 或者是你的嘴巴裡面常常有彈 也是一樣會造成你塞住的關係 聲音也會往鼻子走 最後我們來稍微講一下說 我們該怎麼樣去練習 把這個不應該有的鼻音拿掉 我們可以試著用捏住鼻子的方式來檢查一下自己有沒有鼻音 如果你發出有鼻音的音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鼻子這邊會有氣想要冒出來 然後會特別的有嗡嗡嗡的這種鼻音的聲音 例如說 可以嗎?你們可以自己試試看喔 好,那再來我們做個練習 其實有些母音它不應該有鼻音的 例如說 鼻鼻鼻 可以嗎? 鼻鼻鼻 但是有些人它就會變成 鼻鼻鼻 那我們試試看把鼻子捏起來的感覺是什麼樣子 鼻鼻鼻 另外一個 鼻鼻鼻 鼻鼻鼻 如果你發現你是有鼻音的人的話 你就在鼻的時候試試看把你的舌頭往外用力的頂一下 然後並且把你的嘴巴打得更開 看看是不是能夠因此打開嘴巴的通道 像是這樣子 鼻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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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鼻 可以嗎? 如果有發現怎麼去做改變之後 那我們來試試看有沒有什麼樣的歌可以讓我們做練習 像是我們中文歌有一句我們用 我知道我絕對不會後悔 可以嗎? 那我們試著捏鼻子看看喔 我知道我絕對不會後悔 如果有鼻音的話 你在唸的時候就會發現 怎麼都有鼻音啊 但是它其實不應該有鼻音喔 它聽起來應該會是類似這樣子 我知道我絕對不會後悔 可以嗎? 它聽起來會比較偏直 比較白 比較亮的聲音 那如果有鼻音的話 聽起來就會比較暗一點點 那如果你是唱台語的人呢 台語的話也許我們可以試試看 望春風 十七八火啊沒出價 那我們試試把自己變得有點大舌頭 舌頭往外頂 聲音變得更白 應該會像這樣子 十七八火啊沒出價 可以嗎? 那如果唱英文歌呢 那我們再試試看另外一句像是 Cos baby you're a firework 欸? 但是聽起來怪怪的 那我們應該唱起來是什麼樣子呢? Cos baby you're a firework 可以嗎? 那我們可以慢慢的從 摸摸摸摸摸 或是嗶嗶嗶 這樣的字來練習 然後再慢慢的把我們的歌詞帶進去 有些歌詞它是不應該有鼻音的喔 大家練習看看吧 掰掰